发音 这个发音 比较特殊一点 我们不太习惯 我先讲一个英文 发音的一个观念 就是外国人 就不是美国英国人 有两种 就是举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 一种就是说 讲的很溜 发音也不错 没有内容 没程度 当然可能讲的 也没什么文法 这些 这讲的蛮溜的 但发音也还可以 另外一种就是 他英文程度真的很好 发音不好 讲的不地道 不是不地道 就是发音不太好 这段情况哪种比较好呢 后者 外国人比较欣赏 你程度很好 就是以程度为优先 英文发音不错 最好 那你不是内地 speaker吗 那你发音听得懂就可以 可以接受就可以 甚至有时候 稍微听吃力的也没有关系 因为厂长也是用手写嘛 不一定是用讲话 但是你说讲得很溜 可是 翻译也不错 可是没什么内容 老外就觉得一般般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以美国和英国来讲 就是大家都会讲嘛 每个都很标准嘛 都讲得很溜嘛 所以不信 一点都不信息 所以你华人啊 讲到跟他们接近 也讲得很快 也很标准 接近他们 就觉得赞美啦 觉得不错 很好 但是也就是这样 可是外国人 他只是会用英文嘛 他英文程度不一定好 所以你如果 他觉得英文程度 跟他差不多 甚至搞不好 比他还有研究 英文还研究 他会惊讶到 这概念 像这一集 我们110年 Keys 所以外国人觉得 美国人啊 觉得我们东方人啊 觉得好像讲话 不要发音啊 不标准 带点吐气 我们自己有这种感觉 可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念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 就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K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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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我们一定念Keyes Keyes Keyes 就是没办法念到美国 Keyes Keyes 念 Keyes 跟N 不能一起发音吗 Keyes 那怎么发 所以要么就是 前面不发音 要么后面不发音 当然有三个子音 那反正发一个了 通常Keyes Keyes Keyes 就不发音 Keyes Keyes 就退位了 我让你 让你N发音 但是 为什么会这样的 这古代英文嘛 我们现在英文 很多是无法解释 古英文的时候 它有它的道理 可能 还有一个 中间一个母婴 后来取消掉 因为文字都会变化 现在念念 Liberal Liberal Liberty 自由嘛 我们一定念Liberty Liberty 美国念Liberty Lick 用舌头去舔 我们念Leak Leak 那就觉得美国怎么念Lick Lick 我们怎么学不会啊 我们念Leak 他念Leak 这盖子也是我们念Lead 美国会经常L-E-A-D 带领 可是美国念Leak Leak 就学不会 Leak 也是一样 Lam Lam 我们一定念Limit 甚至T念很重 Limiter Limiter 那外国这个T很轻 Lam 也出来一点点很轻 Lam Lam Lang Lip Lip 嘴唇嘛 嘴唇 我们会念Leap Lip Lip Legger 这种音就像美国人念了 不是说我们不能念到美国那种音 是我们不知道 你不会念 不等于不能念 当然大家口齿嘛 都是牙齿嘛 舌头嘛 差不多嘛 很多外国人 讲中文也是自尊腔员嘛 就是都可以嘛 ABC嘛 他是亚洲人嘛 他在美国出身长大 他也是发音跟美国差不多嘛 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发音像美国人 当然如果你要学 要到英国去就学英式的英文 就不要学美式的英文 我们这边讲美式的英文 因为美国大嘛 Cats 就亲嘛 用嘴唇亲嘛 用嘴巴亲嘛 Give me a kiss 这cap也是一样 我们一般会念 Give me 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会这样子念 就是比较吐气 美国人肯念 Give me a kiss 他除了这个字的音标不一样 他还有一个联音 滑音 英文也是念得快 可英文就没有那么稀里乎乎滑过去 因为什么叫联音怀疑 就是有些字他念得很轻 几乎听不到 英文快不快 可是他还是听得清楚 所以当时像是美国英为主流了 可是念法是英文比较高级 比较高的 Give me a kiss Why the kiss the teacher's ass 他喜欢亲他老师的屁股 ass 本来是驴子嘛 李语常常当屁股嘛 你说他亲老师屁股 尤其男学生亲女老师屁股 那不是性骚了 那气过 这很多叫字面上什么意思 后来实际上另外一个意思 字面上是亲屁股 实际上就是拍马屁了 我们周围拍嘛 拍马的屁股嘛 拍老板的马屁嘛 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就你这个屁股很脏啊 很臭啊 有时候放屁啊 其实他屁股就表示很羡慕 很惨媚 很恶心 拍马屁股 我们就要拍马屁了 他喜欢拍老师马屁 不要说他喜欢亲老师的屁股 那搞不好机器语言啊 一些电脑软件比较低尖 真的翻成他亲老师的驴 他亲老师的屁股 真的搞不好真的这样翻 没有错啊 亲啊 这是女医生啊 或者屁股啊 没错 电脑语言有些比较低阶的 他就没有输入那么多的变相 KID KID是小孩子嘛 这KIT是工具 The nurse was carrying her first aid kit First aid kit 什么意思啊 这护士啊 带着他的第一次 A的就是援助 第一次援助的工具箱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就很麻烦 脑筋转了半点 这第一次吗 帮助吗 这箱子啊 工具啊 就是急救箱嘛 护士带着急救箱嘛 NERS本来也不是护士啊 NERS也不一定是这个行业的啊 就是照顾人的 NERS本来动词就照顾 后来发明了 就产生了这个护士的行业 护士的行业 一般女的嘛 比较耐心嘛 叫取什么名字 后来就说 有人就说 用这个照顾吗 用NERS照顾吗 就当护士嘛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先入为主 就在为NERS 就是护士 就照顾人 他可以当动词吗 照顾人 你不一定是护士嘛 你照顾卧病在床多年的父母 你也是NERS 照顾他们嘛 The soldiers line up 就是KIT inspection 这士兵嘛 LINE本来是线条 名词 可以当动词 排成线条 这叫动词成语 LINE就集合起来 排成一条线 排成一个队伍 FOR表示原因嘛 为了什么 什么叫KIT inspection KIT是工具嘛 inspection是监视嘛 检查嘛 检验 就是什么 当过病男生知道 就是装备检查 检查你的装备嘛 检查你的工具嘛 枪嘛 水壶嘛 S腰带嘛 这些装备检查 KIT inspection KIT inspection 厨房 Don't come into the kitchen with the dirty shoes on 这个傲式 就不是借戏词啦 借戏词后面还有名词嘛 这边叫副词 所以这叫借副词 又可以当 借戏词 又可以当副词 就说你的 脏鞋子啊 穿上嘛 我们讲Pullet on 穿上 你的脏鞋子啊 你就不要进厨房 妈妈就跟小孩子说 你在外面啊 下雨啊 又打球 球几多泥巴 不要进厨房啊 妈妈才刚刚偷过地 Do you really have to use a kitchen knife? 你知道如何使用 厨房的刀 也不要反正厨房 它是菜刀啦 你知道使用菜刀 菜刀很多种啊 knit 这KIT就不发音 就是编织啊 编毛衣啊 编织什么东西 I'm knitting a pair of gloves to my knees 啊 你就是执女 我为我执女啊 编织 编织手套 手套为什么加S 因为手套一双嘛 中文是一双嘛 一双就两支嘛 就负数嘛 一双还加一个一嘛 可是双是负数嘛 所以Pullet on 一双 可它到底是两支嘛 所以还加S It's not a serious break The balance should knit in a couple weeks 就是在 A couple 就是大概两三个啊 字面上是两个 到实际上就两三个啦 不是一个嘛 大概也不会超过三个 就是两个到三个啊 一四五都不算啊 就是两三周吧 两三个礼拜嘛 你说两周也可以啦 你说三周也对啦 四周就不对啦 一周也不对啦 这个break就破掉啊 这边是讲啊 因为后面有Bull嘛 就是我这个骨头裂掉啊 骨折啊 不是很严重啊 我以前有骨折过嘛 骨折就很严重 如果整个骨头断掉 那就不得了啊 那有时候骨头有一条 小裂缝也是break break从整个断掉也是break 有一条裂缝也是break 就是看严重啊 就是我的这个骨折啊 不是很严重 可能就是有一条细缝啊 自己会愈合啦 念就是愈合嘛 编织嘛 就织起来嘛 就是愈合 这边是不能说我的骨头自己会编织啊 我骨头自己会愈合 liber就是自由 可是有别的意思 是不是比较 liberal with money 这边也不是自由 原始的意思是自由 就他对他的钱怎么样很大方 很自由嘛 想花就花嘛 也不用存钱嘛 字面上自由实际上就很大方 就也可以讲挥霍无度 不然花钱也可以啦 或者花钱很大方一点啊 你看 所以文字嘛 同样的意思嘛 你讲这挥霍无度就是很负面嘛 你讲他花钱很大气 也好听嘛 意思也差不多嘛 we adopt a liberal foreign policy 就是我们采取一个 很自由的外交政策啊 但是也有就是说 很大气啦 就是广交朋友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自由跟大方 看起来是两个意思 但是有的时候 到一定层次啊 好像也 也蛮接近的 这叫做自由的教育 什么叫自由教育啊 这个听不懂嘛 但我们一般讲通事教育 交通的通啊 识别的识 什么叫通事教育 就是基础教育嘛 所以你看 自由教育听不懂啊 自由教育听不懂啊 通事教育很多也搞不懂啊 这什么叫通事教育 就是基础教育嘛 意思就是说 你大学念到数学系 没有错啊 一年级大一教开始念数学啊 但是到二年级开始 以后就几乎都念数学 但是一年级还是有什么历史啊 地理啊 国文啊 有人念国文啊 国文啊 国文啊 英文啊 那些就是通事教育 就是说 一个人念数学系 化学系啊 电机系 医学系 可是你中英文还是要念啊 历史地理还是要念 但是放在大一 大二开始就是你专业啊 就是要通事课程 他这种教育啊 被基础 他的基础 这动词嘛 他的根基啊 建立于啊 主要是啊 就是这叫liberal arts 就是通事的 也不是说自由的艺术啊 就是 所以说中文不好翻啊 所以中文没办法翻成那个 通事 通事课程吧 通事的技术吧 反正就是国文英文 历史地理这些啊 通事教育啊 然后强调啊 就是 心智的能力啊 的增进啊 就是 你不要只念数学嘛 不要只念化学嘛 你这个啊 这个 人语道德嘛 这个中文英文嘛 国文嘛 历史地理嘛 这些 走着学一下 就是让你一个人啊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本来我们想翻成智力啊 就是智商啊 的力量啊 智力 但是他更深沉一点啊 就是就是这个要有 知识啦 我们讲知识 比较好啦 liberty 就自由 they vote to defend their liberty 他们为了自由 奋斗 fight 有时候翻 战争 有时候翻 奋斗 都可以啊 反正就对抗的意思啊 这边我们就翻身 奋斗吧 i take the liberty abaring your bicycle when you're away 当你离开的时候 这个take the liberty 原型动作 take 这样连在一起念 take the liberty take很多意思啊 take是非常复杂 你可以吃药啊 可以拿东西啊 采取什么措施啊 或搭乘什么交通工具 非常复杂 但take liberty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拿这个自由啊 看不懂啊 我拿这个自由啊 然后借你的自行车 登车啊 当你不在的时候 什么意思啊 就冒昧 冒昧 什么叫冒昧 冒昧就是 很自由自在嘛 也不管你嘛 也不用经过你同意嘛 就是冒昧嘛 或者讲来听的肆无忌惮 但当你不在的时候啊 因为你不在嘛 可能手机也没有接嘛 还是你没带手机啊 所以我就很冒昧的啊 或者我们讲 擅自做主啊 更精确点 所以我就自己做主张啊 就反正我们也熟了嘛 我就借你的啊 单车出去 We must defend our civil liberties at our cost A civil本来是国内的 它有两个意思啊 三个 至少三个意思啊 一个是国内的 一个是老百姓的公民的 小孩子不算了 公民的 它也是客气的 就国民嘛 要有基本的这个水平嘛 所以有好几个意思 这就是公民权啊 at any cost 就在各种不同的啊 代价 就无论什么代价 我们都要 维护我们的国民啊 或者公民的权利啊 cost像 Costco 像好事多啊 很多不会念啊 一个人说是不是念Costco 不卷色的哦 不卷色的哦 有人说是不是 还念啊 Costco 都不是 它是这个音啊 它是 哦 就是卷色的哦 成本嘛 所以 Costco 就是 节省成本的店嘛 它就用 琵琶架卖给你 cost 它不念coost 也不念cost cost 不好念 leg 就用舌头舔一下 she was looking an ice cream 小孩子嘛 大人就不好意思嘛 小孩子舔 大人也是舔嘛 但是 动作很轻嘛 小孩子用舌头伸出来拼命舔 舔 冰淇淋 这叫复合字要一起念 ice cream she took tiny looks at her soup 第一个是动词 第二个是拎词 就舔一下 tiny就小小啦 轻轻的 轻轻的舔一下的汤 一般喝汤嘛 英文是吃汤 因为尝尝肉块 中文是喝汤 中文吸汤 但是 中国古代也是叫吃汤 跟现在的西方一样 有时候 这个汤嘛 我们还是用 要喝的嘛 但是用 为什么舔呢 试试是不太烫啊 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所以要舔一下 像led就是盖子啊 平平罐罐的盖子啊 可是像笔套啊 那个就不用led 它也是盖子啊 笔套 原字笔钢笔 那用cap cap 平平罐罐的盖子啊 平平罐罐的盖子啊 用led 笔套 用cap put the lead back and the peanut peanut butter jar jar就是 也是平平罐罐 以前最早 古代是用 瓦 瓦做的 瓦 现在瓦很少了嘛 就是 就是用那个 用那个土 烧成的瓦 像瓦片那样的 像就是 水壶啦 我们叫水壶啦 反正一大壶的东西啊 就是把这个 花生酱 花生酱 现在放在玻璃瓶里面 当然塑胶的也有 把盖子放回去 led 这个词就很复杂了 led 一般是伸起来嘛 往上提升嘛 很多意思 ifere this bag while left in a heavy box 而当他把一个 很重的一个箱子啊 max 也可以是盒子的一个箱子 box也是很复杂 也可以当拳击 也可以当 打包 也可以当盒子箱子 也可以当电视 也可以当电话亭 好多意思啊 也可以当打耳光 他把一个很重的 我们讲箱子吧 箱子抬起来的时候 伤到了他的背部啊 back也很复杂嘛 背部也是后面嘛 也可以支持嘛 很多意思 一个是过期的嘛 the cloud is led and we can see the mountains led 这边叫煙消云散 云啊 煙消云散嘛 云散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山 lip 就是 lip 什么意思就是 往上飘 不见嘛 第一个往上 第二个 变淡了 变清了 变不见了 大概这个范围内 the band has been left bam就是 阻止嘛 一般我们讲国际上 武器禁运嘛 就是不准人家做什么事情的意思 叫bam 阻止嘛 阻挡嘛 而这个禁运 譬如说 常常用在这个禁运啊 禁止运送石油 罗拉武器禁令啊 取消了 那就不见了嘛 往上了嘛 不见了嘛 我们就取消了 someone let the man wallet on the bus 你看这个又变了 就有一个人啊 在公村上啊 爬了我的 偷了我的钱包 lip 也可以当爬 就把你往上就弄不见了 反正就是不见 不做 取消 抬起来啊 这些范围啊 我们说有时候 一个人的钱包啊 一般是讲披夹 是男人带比较多啊 有时候是披夹很厚啊 好像里面 当然有可能证件很多 但常常是里面 钞票一抵啊 这个披夹很厚啊 披夹很厚啊 披夹很厚啊 钱人都叫fat wallet 那披夹很肥啊 叫fat wallet Can you give me a lap to the airport 这边要当什么 搭便车啊 你可不可以让我搭你的便车到机场 你看意思很多 Agent A Ford so you better take the lap 因为在八楼啊 比如八楼去找人 所以八楼嘛 爬 走楼梯 爬楼梯太累 所以都要搭电梯啊 所以英国人 这是英式的用法 美国人几乎都用elevator 也是往上嘛 英文常用lamp 所以一些英国人字啊 用法 用字前词 跟美国人不一样 发音也不一样 然后就算同一个字 拼写也不一样嘛 像neighbor 他们常常用or嘛 美式的就把它解写成or嘛 lamp 就是四肢啊 一brook lamp and a crown accident 它在一只汽车意外事件里面 伤到 brook原行动是break嘛 就是破掉了吗 坏掉了吗 这些范围啊 就它伤到了啊 四肢啊 在一个 也许 左手 也许右手 也许左腿 也许右腿 不一定 lamp 就比较粗的啊 但它原来意思也不是四肢啊 本来意思就下一句了啊 The monkeys climb to the trees Apple lamps 就比较粗的 树啊 比较粗的枝啊 我们叫粗枝啊 这猴子们啊 一群猴子啊 爬到这个树的啊 最上面的比较粗的树枝啊 lamp就是 限制嘛 也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名词啊 但是这很讨厌 你看lamp一般讲动词嘛 可是也可以当名词 可它又有另外一个名词 lamp这一选 叫跌床架屋啊 像bad 很不好的嘛 它本身也可以当动词 可它又有一个副词 bad 就形容词嘛 也可以当副词 但是bad又 本身就有副词 bally what is the speed limit in this tunnel 这样连在一起 速线 限速 就这个tunnel 就是隧道 限速多少 比如说台湾北部的雪隧 比如说 限速啊 至少啊 比如说 60公里 70公里吧 哇碰到归宿 有些车子 有些车子也不知道怎么搞 就给你开个40公里 哇 大堵车啊 限速 you must try to limit your expenditure expandage 各种开销啊 你要限制你各种开销啊 不要花钱无度 lamp 就是脖腿啊 腿 所以 瘸掉了 一摆一摆的 lamp down the road down 也不是往下去 沿着啊 本来是说下坡啦 那现在也不一定啦 就沿着这条路啊 就它颇行啊 就是脚受伤 一摆一摆的啊 顺着路走下去 所以down down the road 就是顺着路 这个意思 而不一定是往下坡啊 she watch with the bare limb 它走路啊 但是瘸腿 瘸得很厉害 lamp是连在一起的 本来的意思是环啊 像奥运的五环啊 一个一个圆环的意思啊 圆环可以扣在一起啊 这样过来 the goldsmith remove sever links from the necklace go smith the smith 就是什么什么 这样啊 这个金嘛 金匠啊 做金的师傅 如果银匠就 sever smith 铁匠用black smith 铁嘛 常常黑色的black 但是石匠就不用smith 就是mason freemason 就是那共机会的啊 那金匠啊 去除remove就移开嘛 就去除了项链上面的好几个环啊 the bridge links to two banks and the river 这边当动词 这边当动词 连接 一缓一缓嘛 可以连接起来 bank 本来银行 你不能说河边的银行啊 不是啊 暗边 bank bank 好几个意思 它本来也不是银行 它本来也不是银行 就是什么库 像blood bank 就是血库嘛 bank 本来意思就 可以里面放很多东西的一个建筑物的意思啊 一般 就是当银行比较多 跟血库也是啊 资料库 data banks 也可以当按笔啊 就是河岸啊 一条桥啊 连接河的两岸 lip就是舌头 但一般lips 一般加s 因为上嘴唇下嘴唇嘛 如果你不加s 就表示只是上嘴唇或下嘴唇啊 she kiss him under lips 他亲他嘴 你不可能只亲 没那么厉害嘛 我只亲你上嘴唇 只亲下嘴唇 应该两个都亲嘛 所以加s啊 但是你说我的上 我的嘴唇烫伤了啊 可能只烫上嘴唇 下嘴唇就不能加s 但是一般是 upper lip上嘴唇 lower lip下嘴唇 the jug would be worth a lot more a lot more evalip wasn chip Jug就是 on啊 糊糊罐罐的啊 一糊一糊的啊 这边是讲股东的意思 word就值钱了 会值钱值更多啊 比如说挖到一个穀物 这个on啊 会更值钱 如果 那就表示不值钱了 if嘛 假设嘛 不过他的嘴唇 这个糊啊 罐啊 on啊 哪有嘴唇 就是糊口 on口 chip 这个chip 一般我们讲computer chip 晶片 这个是摆成一片一片 薯条也是chip flight chip 晶片 以前有时候 常常一小片一小片 就是一小片一小片 叫chip 薯条也一小片一小片 就是一般来讲 基本上细细长长的啊 也不一定很细啦 偏细啊 常常 一些小片的啊 但动词就是 破掉一小片 名词一小片 动词破掉一小片 比如说 你的门牙啊 磕到 吃东西 或撞到什么墙角 撞到桌子啊 然后 磕掉一小片 破掉一小片 像chip 如果这个 湖水啊 如果没有 破碎一小片 没有缺口的话 它会更值钱 liquid就是液体啊 remelt one cup of liquid stew stew就是炖肉的汤啊 肉汤啊 猪肉汤 牛肉汤 鸡肉汤 因为有水嘛 可能 这个太 太稀了啊 然后把它 咬一碗出来啊 那还变得 或者把它上面的浮渣 把它拿掉 heat it better until it's quite liquid liquid 就是把这奶油加热 一直到它 变成液态啊 因为液态嘛 这个奶油加热 就像奶油水嘛 the child has large liquid eyes 这没有变 那小孩子有一个 很多水的眼睛 我们讲 眼汪汪嘛 雷汪汪嘛 眼汪汪好像水分很多 或者有的时候 不一定是 有水啦 不一定水分 泪汪汪 就是很明亮 因为水分多就明亮嘛 如果眼睛很干 就不会觉得很明亮 明亮就是水分很多嘛 所以可以讲 这小孩子有很明亮的眼睛 或者说水汪汪的眼睛也可以啦 liquid 跟liquid就不一样 liquid是液体 liquid就是烈酒 whiskey whiskey is a liquid 像whiskey branley 都是烈酒嘛 它就是一种烈酒 这边不是说 它是一个烈酒 因为whiskey 怎么去分一个两个 它是一种 这边 这是英文程度 不是一个 A 或AN 或GHE 要看后面跟什么 这边是 要翻成 它是一种烈酒 把这集讲出来